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市府员工亲子日 回应媒体父亲节怎么过 会带七小一起聚餐 但员工亲子日却不见孩子踪影 他说妻子已经安排带小孩出处完 他则是留下陪伴员工与孩子合照 父亲节我大概就是很高兴能 就是第一次三宝爸爸的第一个父亲节 所以会跟三个孩子一起聚聚 一起吃个饭 那最主要是谢谢妈妈非常辛苦 因为小朋友他们今天都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妈妈会好像帮他们安排了 好像要到这个一些 好像会带他们出去玩 一直以来 我想我们市府同仁非常的辛苦 那当然背后 有支持着各位的家人 特别是我们的孩子 小朋友 我想也因为大家的体谅 才能让我们所有同仁在港会上面 不顾之忧 努力的打拼 那今天最重要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也利用暑假的时候 来到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 看看爸爸妈妈平常工作的场合 都在忙些什么 都在忙些什么 所以等一下有机会 都可以到爸爸妈妈的座位上 去看看 也可以到我们市府大楼 去走走逛逛 了解这个环境 那当然 我想小朋友一定也很好奇 爸爸妈妈到底都在做什么 其实平常你们搭的捷运 坐的公车 到动物园 到儿童心乐园 等等 其实很多这些规划 政策的推出 都是靠爸爸妈妈 辛苦努力所完成 所以在这边 要谢谢大家的努力 然后创造一个这么好的台北市 另一方面 也要跟大家讲 我们市府团队 也在8月1号正式启用 也就是我们 台北市首创公办民营的 托姻中心 照顾我们所有市府同仁 有小小朋友的 都可以到我们市府 在二楼的地方 有托姻中心 而且名额从原本12名 增加到32名 所以我们都希望持续的营造 一个更育儿友善的环境 从台北市政府做起 那青子日 我其实在国外也有参加 会感到非常的欣慰 因为有孩子家人的知识 那最后 我想今天我们有手做气球 有拍阶 有各种好玩的活动 都希望孩子们尽情的享受 市府一年一度的青子日活动 今年特别多人参加 共计约有260户家庭 768人 促进青子兼情感 一楼大厅设有送冲气 造型气球 旋转设施与拍贴等摊位活动 我们今天来就参加市府的青子日 然后因为觉得 就小朋友来这边很好玩 所以我们想说来参加 我们每年 直接我在市府这边 我们每年都有来 今年你们觉得今年好不好玩 我们玩了什么 完了 我们也拿了气球 因为很多可以玩 然后又可以跟市场拍照 对 很开心 我们去DIY丢那个游戏 然后还有做气球 换礼物 还有拍贴 今年很棒 有那个很棒的拍贴 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玩 对 就是可以跟小孩一起来玩 然后看我们的办公环境 要不然他们平常就是比较少接触到我们这边的环境 市府的环境 嗯 而且市長也很親民 然後樂於跟同仁互動 所以今年同仁在 我們在規劃活動的時候 我們除了去了解一下 小朋友現在喜歡的內容之外 那我們今年主要就是 要加強一些即時互動的遊戲 像好比說時下最流行的拍貼機 那還有一些我們的即時互動遊戲 就是有可以增加互動的機會 在舞台的後面那邊 然後就是營造一個親子共融的一個機會 那也讓不同的家庭當中 可以相互的認識 相互的互動 所以今年這是我們規劃的特色 今年的報名非常的踴躍 大概有260個家庭報名 然後一共有700多個人參與 是非常的踴躍 大家可以感受到現場熱烈的氣氛 那同仁都非常的開心 去年的話確實是比去年多 去年可能是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去年大概只有500個左右 所以今年就是報名非常非常的踴躍 另外媒體也關心講完腰傷 他笑說已經好很多了 會閃到腰是因為二寶三寶突然變得比較重 有時候抱他們一個不小心就會閃到腰 記者問郡 張啟騰 台北報導 家長帶著小朋友用色筆在古鑽中填上繽紛色彩 作品充滿童趣更是獨一無二 嵩山區公所特別在暑假期間舉辦新一名 親子古鑽彩繪班 邀請書法老師陳文樹帶領親子透過彩繪創作 將色彩融入書法揮毫中 由於古鑽字體類屬繪畫字體 小朋友描繪完自己的名字都覺得很有趣 也特別有成就感 我的作品是 就是 貓咪在衛視鏈 對啦 貓咪在衛視鏈 上面還有什麼 還有蘿蜂蜜蜂 還有魚 還有魚 啊 還有那個 王韵群 哦 你的名字對不對 參與課程的學員 有來自中國 香港 印尼及越南的新移民朋友 學員們表示很感謝 嵩山區公所舉辦這樣的親子課程 由於現在小朋友接觸書法 拿毛筆寫字的機會很少 活動把書法和著色繪畫 結合在一起增加小朋友的興趣 是過去沒有體驗過的親子互動 而嵩山區長游竹萍也歷臨現場 感謝學員們支持區公所舉辦的新移民課程 也看見父母們都很用心陪同孩子 在親子課程中一起創造回憶 一同成長 一起來參加我們今天的這個小貝班 那老師呢 今天特別幫大家準備了 每一個人的名字還有特別一些設計 然後旁邊有個示範是我們的承辦 還有一個藥堂 我相信這樣的課程一定非常的有趣 那也希望呢 各位小朋友 和朋友在今天的這個課堂裡面 就可以學習得很棒 嵩山區公所每年都會規劃多元的新移民課程 歡迎民眾持續關注嵩山風情 嵩山區公所臉書粉專 最新活動或課程訊息 都會第一時間在粉專公佈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面臨學習家庭與社交生活的挑戰與變動 青少年容易充滿不確定的壓力感 為了幫助青少年建立積極的心態 與培養心理韌性 台北市衛生局將舉辦親子攀岩體驗活動 鼓勵家長利用暑假期間 帶孩子從事多元活動 建立正向的親子互動 攀岩其實對於大多數的新少年而言 是一個很新奇又有趣的一個新的刺激 那能夠激發起孩子的自發性 同時又可以兼具十足的挑戰 其實在面對不習慣的高度跟未知的體驗的過程 我們可以觀察到孩子有些不同的個別反應 舉例來說有些孩子他可能會需要比較長時間的觀察 看看其他的同學是怎麼爬的 其他同學的心情是怎麼樣 那他可能會在攀岩體驗的後半段才加入 那有些孩子很明顯的他在還沒有開始之前就已經跳上 跳上那個牆面了 他已經負負期待了 所以在攀岩的目前中說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個別的差異 那同時間攀岩這個體驗其實也可以看見 他們在面對一些力不從心的狀況中 假如說我們有一個攀岩的目標 但學生沒有辦法達到的時候 每個人的反應也有所不同 像是有些學員他可能會有些挫折啊 生氣擔心難過 或者是有些人他會越挫越勇 爬不上去就持續的一直嘗試同一條路線 那有一些成員也是他可能爬不上去這一條線 那他就會去嘗試其他的 所以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在父母的回應孩子的方式的過程中 也可以看見孩子的適應性其實也有他自己的不同 那在後續攀岩後我們有一個討論的環節 我分為家長跟孩子兩塊來分享 在孩子的部分呢 我們是引導青少年他以乳感的方式 來分享剛剛攀岩的經驗 去整理一些攀岩的事件 那在從事件中延伸至他的一些情緒 攀岩的過程中可能有些挫折有些成功 有些興奮開心的情緒 以及背後他們讓他們去思考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那我們也透過小組的討論反思 孩子在攀岩的過程中經驗到一些困難 以及他怎麼去做一個合適的情緒調節的策略 衛生局表示青少年時期在大腦與生理功能的發展 自我概念與社交圈的變動等都面臨新挑戰 使青少年更容易感受焦慮 憂鬱或易怒 可透過三個面向因應變動壓力 青少年他在成長的過程 除了面臨家庭 學校 以及社交的一些發展 他面臨了很多的一些變化以及挑戰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 透過這些青少年他接下來的一些身心發展的過程 我們有給一些建議的面向 然後勾給各位家中的孩子 本身自己還有父母親的一些參考 首先我們會希望青少年能夠建立一個 規律的作息 規律的生活作息 那這個規律的生活作息 當然就是要吃的營養 吃的均衡 睡的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會希望能夠培養一個良好的運動習慣 第三 要發展適當的社交生活 那因為青少年期間 除了你要能夠運動 去培養自己的一些興趣 那建立一些良好的社交生活圈 發展他的一些比較正向的人際關係 衛生局八月份辦理青少年親子攀岩活動 及青少年自我成長團體 相關活動資訊將公告於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官網 以及臉書粉絲專頁 歡迎報名參加 記者林錫會 台北報導 行政院長陳建仁拿起話筒 驚喜發現裡面傳來作者的聲音 這是親子天下在松山文創園區舉辦的 Open圖書館特展 攜手十五族海內外童書作者與會者 以及五組人氣童書角色 包括怪傑 佐羅莉 動物警探 達克比 小火龍兄妹 以及小行星 樂樂等 打造一個充滿想像力與創造力的奇幻空間 也呈現親子天下十五年來 致力支持本土童書創作的成果 每一年的出版物裡面 百分之五十的作品要來自我們在地的作者跟作品 那我們也同時希望能夠幫助過往 在資源上相對弱勢的本土創作領域裡面 我們希望花費更多的力氣跟資源 能夠讓台灣的創作者 被更多的大小讀者們看見 被更多的人喜愛 那因為這樣的初衷累積了十八年的資源 帶來我們豐沛的IT 六百個品項全版權的運營 曾以共同作者身份出版過童書 小大人的公衛素養的行政院長陳建仁 對童書作者將艱深的流行病學知識 童書化相當佩服 是一個大學學者 能夠有榮幸 而且很喜悅的 能夠跟我們的童書作者一起來做 我看完了他們的創作以後 我覺得說我要跟他們學習了很多 這個很艱深的知識 透過他們的轉寫 然後透過他們的繪圖 竟然都能夠很了解 我回去很多的朋友 都買了我的書以後 他們就說 這個陳老師 這個東西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一定要親子共讀 小朋友可以在裡面找有多少個鬼 打破以往靜態展示及單項閱讀的方式 Open圖書館特展除了有與作者互動的區域外 更把童書角設及故事內容立體化 讓大小朋友親身體驗作者形素的想像世界 在這裡面你可以進到達克比的世界裡面 彷彿吃了縮小糖一般 在這裡面有巨大的充氣的草叢 所以你可以在草叢裡面穿梭 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體驗 那當然還有在我們小年齡段 小朋友最喜歡的樂樂的展區 在這裡面你可以享受台語劇場的演播 同時也可以在這邊進行繪畫的創作 當然如果你的膽子很大 非常有勇氣的話 我們裡面也有鬼屋的場景 可以在這裡面進行探索 所以小朋友進到鬼屋的場景 我們的小火龍的恐怖學員裡面 你可以去翻找一下 在可能裡面有角落 或者是在時鐘裡 或在抽特裡面 會有鬼怪直接跳出來 挑戰大家的勇氣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都希望 所有的大小朋友 都可以在這裡面找到童心 然後找到象象力 像進入達克比展區 就好像被縮小燈照到一樣 巨大的草叢 其各式昆蟲處處充滿驚喜 作者胡妙芬也分享 為什麼以鴨嘴獸 創作出達克比警探 這個備受小朋友喜愛的童俗角色 因為我需要一個 可以上山下海到處去辦案的 動物警探 那時候我就開始去搜尋 我的腦袋裡面 有什麼動物可以符合這樣的條件 而且又非常的可愛 那就是鴨嘴獸 所以我們就創造了一個 那個達克比警探的角色 樂樂展區則是有台語劇場 及蠟筆彩繪 親子天下將台語與童書結合的做法 也獲得行政院長陳建仁 這就是讓我們的孩子能夠了解說 我做台灣人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 我感覺這個就是很重要 所以說國家的這個發展 親子天下也進來了這樣的一個場域 我覺得是很了不起 要謝謝我們幫我們來推動國家語言的發展 陳建仁表示 閱讀是孩子認識世界的一扇窗 童書則是小朋友實現夢想最好的開始 Open圖書館特展將讓大小朋友打開感官想像 享受創造力的無限自由 這項特展從即日期展出到8月27號為止 歡迎親子在暑假期間 一起來一場難忘的冒險旅程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 大約1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盒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盒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南港高中綜合教學大樓動土開工 台北市長蔣萬安和議員里長師生們 即時開拜禪土 一同見證歷史試刻 大樓興建提供師生更友善舒適的交流場域 對教學品質提升有所幫助 南港高中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學校 民國56年就成立 那經過歷任校長 大家非常用心地辦學 到這幾年我們有數位科學實驗班 有國際人文實驗班等等 而且在體育方面的表現也非常傑出 包括田徑 體操 還有輕體 游泳等等 而且我還記得我們南港高中 蜻蜓隊的同學 參加我們今年台北國際龍舟錦標賽 拿到了高中組的第一名 非常厲害 我今年也有下去黃龍舟 我原本是期待我們消防局同仁跟我一對 現在我要請南港高中清理隊的同學跟我一對 這個年輕朋友真的非常優秀 當然這一次我們綜合教學大樓 主要原本是科學大樓 但非常老舊 而且經過鑑定綠離子偏高 也就是所謂海砂屋 所以在考量師生的安全 以及耐症的係數 我們決定重新改建 那在107年當時就已經拆除 但經過了一段時間 今天終於能夠動土 我想這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也是靠很多我們在地 許多不只是校長師生 一起配合我們議員共同的支持 預算的通過 還有里長們共同協助 才能讓今天南港高中 以及港中人期待已久的 綜合教學大樓能夠正式動工 我們預計在115年能夠完工 但我們希望能夠如期如實地完成 綜合教學大樓的原址呢 綜合教學大樓的原址呢 其實是我們的科學館 從105學年度開始 由威瑞校長開始拆除 然後規劃設計 也通過第一次的審查 那108年我接掌南港高中之後呢 我們呢走過了變更設計 也走過了疫情 在全體的同仁的合作 以及公務局新公處的協助 教育局的指導之下 那我們今天終於要這裡 進行動土的典禮 那這也非常的 在這裡非常感謝各位貴賓蒂臨 來一起見證南港高中 未來新世代學習空間的 正式的誕生 綜合教學大樓 將規劃地下兩層停車場 及地上五層教學空間 建構多功能教學建築 並導入綠色設計概念 取得迎擊綠建築標章 為了顧慮到整個發生 學校在整個在校後發展上面 發現了教學空間有點 嚴重的不足 同時還有很多很多未來方向 沒有辦法在這樣的 既有校舍裡面去做發展 而決定了我們在原本的 這個科學大樓這個 拆除的基地裡面 我們新建地上五層樓 地下兩層樓的 綜合教學大樓 工程團隊 這個案子是由 主案機關是公務局 新建工程處 下班機關是 南港高級中學 設計監造建築師 是啟達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團隊是 遠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蓋藥 南港高中位於本市 向陽路及市民大道交叉口 北側是玉城公園 南側就面臨了這個市民大道 可以沿著昆陽街 跟捷運昆陽站去做連接 周圍的公共設施 包含了台北流行政院中心 以及三鐵共購的南港車站 整個案子要新建 地上五層樓 地下兩層樓 總樓地板面積 大概3124坪左右 那使用用途在地上層 包含了普通教室24班 360人的階梯講堂 以及風雨教室 地下層對不起 我們自打錯了 地下層的話 都是停車場 那包含了 汽車停車位49席 以及機車停車位91席 預定完工是在115年的2月 那整個的工程效益 我們希望 陳龍跟剛剛各位報告的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以開放式校園為主軸 將建築物的量體 以及開放空間 我們做集中設置 來符合到未來學校20年 甚至30年整個的 學校的這個發展 同時新建完成之後 提供了一個安全 更便利的一個教學空間 讓學生們在新空間裡面 去做新的學習 而有更好更好的成就 最後 我們在裡面提供了很多的 這一些的這個 辦戶外空間也好 或者是等等這些交易空間 我們希望高中學生們 在這樣的一個生活社會化裡面 多一點空間 可以讓他們去做一些 生活上的交流 在同才之間 未來在出社會之後 能夠有更緊密的一個聯繫 蔣灣不僅指示工程要如期如值 也開玩笑說簽很多金鏟子 因為拿到他的金鏟子的人 都會升三個 記者問郡 張祺藤台北報導 警笛聲大作遠景騎車急奔現場 原來這一名半裸罪漢 竟然在車水馬龍的台北市中坡 南路當街遲到砍人 造成路過的機車騎士與乘客 共三人受傷 幸好經送醫後並沒有生命危險 現場則有熱信民眾協助壓制嫌犯 警方也立即上前 將嫌犯逮捕上號並進行酒測 酒精濃度超標 由於這名51歲的科系嫌犯曾招查獲毒品 警方一度懷疑他是因為吸毒導致情緒不穩 不過在他身上並沒有收出毒品 警方已經將科嫌依殺人未遂 傷害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後續經警察官聲押獲准 記者張祺藤台北報導 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與台灣科技大學 及專業營養師合作 以國民健康署公告的 我的餐盤六大營養素 製作深入潛出的營養桌遊牌卡 藉由和營養師的遊戲互動過程 讓長者透過考營養抽早餐 學習正確的飲食營養知識 那長者在能夠理解這個 均衡營養這個認知的部分 能夠更加的輕鬆容易學 也容易記 然後進而能夠落實在這個 日常生活當中 它能夠就是好像變成習慣一樣 然後吃對東西 然後對身體有幫助 那希望讓這樣子的一個認知課程 不會太過無聊 然後也應用桌遊的方式呢 然後引導就是長者到我們社區裡面 就是一起來學習這個 這個營養均衡的一個認知 那其實研究團隊在研究的前期都發現說 其實長者他們在吃早餐的時候 其實都一直吃的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們就透過早餐的議題 然後並從共產的活動切入去發展出一個工具包 跟一個行動的方案 那其中就包含說自助取餐 然後還有營養課程跟遊戲等等的一連串的活動 那其實長者對於我們的設計的一個排檔 跟工具其實反應也都非常的良好 那整個研究的結果也證實說 長者在這一方面的飲食態度 有一些提升跟改變的一個情況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工具包 可以讓營養師有一個更有效的教學工具 可以讓這個教學可以落實到每一個社區當中 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111年便辦理四場桌遊樂林活動 總計共有102名長者參與 滿意度高達97.8% 參與過的里長與長者對於活動都給予相當高的肯定 我們一路的在這樣子的研發當中 發現長者真的除了缺乏運動 也缺乏他們的均衡營養 尤其特別是在早餐 我們現在面對大安區的獨居長者 不要說是獨居啦 雙老的獨居也算獨居 可是他們的這種作息太簡單了 都把它簡化到完全在吃的這方面 不但沒有均衡營養 甚至於簡化到已經失去那個營養的作用 所以在這個構想當中 我經歷了這樣快一年的時間 發現我們如果能夠透過有一些新的構思 引發他們能夠有趣的去做出 做出他們重重自己的營養 其實這個是對他們來講 健康的第一步 怎麼樣吃才健康 營造吃的快樂氣氛 在腦筋裡再把六大營養素 記在腦筋裡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現在看到了 我們會互相鼓勵 你今天有吃健康嗎 這就是應該要在社區落實的 最重要的 我們阿越民眾為了這一堂課 還去買了健康餐盤 表示這是值得推行的 他們會說 動魚帶肉一掌心 要怎麼樣不會激少症 他們背起來了 經過種子一茶匙 這兩個就夠了 激少症還有獅子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八月份舉辦的五場 樂齡健康享受好時光活動 即日起接受報名 已居住在大安區 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優先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記者李奇惠 台北報導 3 2 1 請啟用 MeToo事件頻傳 凸顯許多受害者遭到性騷擾 當下因缺乏經驗和判斷 不知如何因應 也不曉得該去何處申訴的情況 為保護性騷被害者 北市府宣布設立02 2391 1067 性騷擾防治專線 民眾遭到性騷擾時 都可撥打專線尋求協助 我想其實在這次 meToo事件 其實我們感受到 被害人非常勇敢 但是其實對於相關的法律 還有處理的救濟程序等等 他們並不是完全的了解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支專線的成立 能夠來跟民間一起合作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最友善 最溫暖的一個諮詢專線 讓被害人可以獲得在心理諮商 法律服務以及社工的陪同 也讓他在申訴的過程當中 可以藉由這樣子的一個 各樣管理的一個專案工作 然後讓被害人感受到 其實極度的溫暖 那我想當然防治專線 也有更多的是對於社會未來 其實也希望有更多的一個 宣導的教育 而讓這樣性騷擾的事件 不再存在 我們也擔心這個量能的問題 所以很感謝現代婦女基金會 36年來都一直在 這個為我們所謂的婦女保護 婦女安全保護的工作在努力 所以這支專線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是我們希望開放由台北市的市民 來做為一種求助的專線 那當然今天可能這個性騷擾的三法 也會有相繼的這個立法通過 立法通過之後我想有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在於對於被害人的保護工作 那我想各間地方縣市政府 也應該要極力來推動 台北市是首山之區 我們也希望站在一個這個前區 能夠來鼓勵我們的民眾 勇於來求助 相信未來各地方縣市政府 也應該會有相關的一個服務配套措施 也都能夠相繼的出來 受害者遭到性騷擾時 因情境關係及權益 而適用於不同法規 導致民眾感到迷惘無助 而性騷擾防治服務專線 由社會局委託現代婦女基金會辦理 將由專業社工針對性騷擾 為受害者指點迷津 第一個就是很重要的是 因為有性貧三法 所以民眾對於性貧三法 這個部分時常就是會區別不清 所以也會因為這樣子影響到自己的權益 所以性貧三法的一個適用跟區別 是一定會提供的部分 那後續也有關於就是 確定了性貧三法之後 那後續的求助管道 它應該進行什麼樣的流程啊 從哪一邊獲得協助啊 那這個是在我們專線的部分 會來做進行的 那當然就是我們社工在這個過程當中 都是會提供相關的一個輔導跟陪伴的 那假設說透過社工的一個諮詢 可能沒有辦法來解決 這個民眾的這個疑惑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到 安排律師的一個諮詢的這個層次 那當然這個過程裡面呢 社工也是會陪同的 那陪同的部分啊 因為律師其實會講的一些比較專業的術語 那也許民眾不會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社工在陪伴的一個過程 是可以給情緒支持 還有釐清就是說 律師的一些建議 或者是他們的說明 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 那而最後當然會有就是 我們服務的對象就是民眾 也許會需要有一些 心理諮商輔導的部分 那就會進到我們個案管理 一個開案服務的流程裡面 那可以提供一個更完整的一個陪伴的服務 民眾只要撥打02-2391-1067 服務專線 社工人員便可同時回應 性騷三法相關問題 並提供性騷被害者 心理諮商 法律輔助 以及社工陪同等服務 讓求助之路不再失調迷路 記者引擎會台北報導 肝病防治血術基金會 呼籲BC型肝炎代言者 至少每半年 接受一次腹部超音波篩檢 也建議年滿40歲以上的民眾 每年都應該做腹部超音波檢查 因此在2021年連續三年 舉辦腹部超音波免費檢查活動 今年更是串聯全島加外島 共24間醫療院所合辦 三小時就為4663人做超音波檢查 並且發現有異常者達3795人 其中10位高度懷疑肝癌 有111位屬於性質不明肝腫瘤 另外有1064人為良性肝腫瘤 有5位肝硬化 378人為肝實質病變 肝腫瘤總大者有44人 今年我們超過4500位 總共是4663位 其中異常的人數呢 是達到3795位 81.4% 脂肪肝是2505位 高達53.7% 所以呢 可以說呢 在台灣 其實現在國人 大概有一半以上 是有輕重程度不一的脂肪肝 當然我們看看各個地方 它可能有輕重脂差 比如說在金門 它是最低 但是也有38%的脂肪肝 那雲林這些達到72% 這些呢 都是表示不同的地區 可能有各式各樣的狀況 這個我們將來 可以根據這個資料 再好好去瞭解 我們國人的一些 各式各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我們最後呢 根據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除了要強調這個 股部超越過的重要性以外 我們希望 國人在了解自己肝臟的狀況以後 將來要怎麼樣去保護自己的肝臟 是很重要的 最後我們還是要強調 我們40歲以上的國人 希望每年要做一次超越多 來保護自己肝臟跟身體的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 篩檢結果有過半受檢民眾有脂肪肝 這也是導致肝臟發炎肝硬化肝癌的初階段 如果不好好控制 將來發生肝癌的幾率 將大幅提高 脂肝肝肝癌 佔百分之五十以上 不過我們今年稍微去看 金門是最低的 38% 還是超過三分之一 那最高的是雲林幾個地方 是到72% 所以每一個地方 當然這個人數 是因為他來參與的 本來就不是隨機取樣 不過可以大約看到一個趨勢 大約看到一個趨勢 說不定金門他們吃得比較健康之類的 那我們脂肪肝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其中一個是喝酒 那佔的比例比較少 大部分還是非酒精性 非酒精性是跟肥胖關係很大 所以我們其實國人 尤其年輕的一代 這個營養越來越好 那活動日常生活起居 可能未必是很健康 所以呢這個脂肪肝的比例 其實是至少三分之一起跳 那最多的話可能到百分之七七八十 所以這是未來我們年輕的一代 應該要注意的 那當然我們簡單說就是要 少吃多動 吃得健康 多運動 可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好像也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所以我們將來要特別去 從這一方面去對國人做衛教 那麼最主要的是 篩檢知道VC肝以後 我們一定要行動 一定要出來最終就醫治療 可是在這個追蹤就醫裡面 大家可能會記得要抽血 但是比較常忘記的是 腹部超音波檢查 有的病友呢 他一直在做抽血檢查 竟然從來沒有做過超音波 等到有做第一次超音波 就發現肝癌 所以這個是我們許教授 為什麼要強調 腹部超音波的重要 除了他是沒有侵襲性 沒有放射性 很簡單的一個檢查 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在完全沒有症狀的 博人裡面找到很多的問題 有這些問題是可以幫他解決的 我們在2021年呢 其實附了1912人 其中呢 這個異常的人數達到1680 也就87.9% 那這個異常有很多可能是良性 可是呢 良性你看這個脂肪肝 脂肪肝佔了大概56% 我剛剛已經提過了 脂肪肝它可能引發肝癌 所以這個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那其中有84位 我們懷疑 是不是有性質不明的肝腫瘤跟肝癌 最後我們介紹到 各個醫療院從頭的電腦斷層 或者核實共振 有兩個確診 是這個惡性腫瘤 其中一位是肝細胞癌 一位是膽管細胞癌 這個經過開刀以後 那膽管細胞癌需要再做化療等等 但是呢 都是可以解決的 2020去年呢 我們服務了3205位 其中異常的達到82% 2654的脂肪肝一樣 達到57% 超過一半 面對肝癌 就是在腫瘤還比較小 未出現症狀之前 就先找到它 若發現時已是晚期 不管是化療 標靶治療 效果都不好 因此肝肌會結合社會各界愛心力量 推動全民腹超運動 強調簡單 無痛 沒有輻射 診斷率高的腹部超音波檢查 是肝癌篩檢最重要的利器之一 記者問君 台北報道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 強力查期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三、二、一 拉囉 市府親子電影院專事剪裁啟用 結合跨局處市長謝國良出席開幕典禮 以後爸爸媽媽帶孩子們來洽工的時候 在志工的陪同下 可以把孩子們暫時的放在我們市府一樓的親子電影院 我們在這過程中也有片商慷慨的提供一些影片內容 都是好看的卡通 可以讓孩子們一起短暫的時間來共享 那我們也感謝社會處跟重發處都有協助 在這過程中也都有志工姐妹陪同 親子電影院開幕謝國良帶領小朋友一起開箱 室內溫馨的佈置還有懶人沙發 讓小朋友緊盯著螢幕觀看卡通動漫影片 大概幾年前嘛 我就有拜訪過新加坡張儀機場 那張儀機場當然是全世界一個很有名的機場 但是它有一個這個電影的放映式 給轉機的民眾來可以使用 那當然它的目的不是要讓它的民眾看完整部電影 而是希望他們可以短暫的消磨一點時間這樣 那我就有想到就是 而且它也是一樣有一個志工在門口協助 那我就想到說這個基隆的父母們 其實基隆就是我們一直要打造的就是讓父母帶著孩子 覺得這個地方舒適友善方便這樣子 所以不只讓路口比較安全 爸媽帶著孩子過來 如果他要忙一些事暫時把孩子們放著 辦完事再帶回家 孩子們在這段時間也很開心不會吵鬧 市任府整合了局處資源 將原本一樓的市民接待室 改造成親子電影院 未來配合市任府辦公時間 讓陪同家長來市府辦公的小朋友 有個休息場所 市任府也將派專門志工陪伴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等一下來 以上來 一 三海州 而且我們的毛主寮先生呢 他擔任林長已經46年了 慶祝父親節 金融市長謝國良親自表揚 各區所選出來的模範父親 總計八人獲獎 也感謝全天下父親 為家庭社會的付出 那未來我們也期許 在您的過去的努力之下 變成一個社會的正面力量 未來市府也會教育更多的孩子們 更多的家庭 希望在座未來所有的基隆的孩子 跟家庭都能夠 跟在座的各位爸爸一樣 享受父親的父愛 跟好人好事所帶來 李林正面的正向意義 其中代表安樂區的 謀犯父親沈一傳 現年74歲 育有三女一子 從擔任里長出身 一路擔任過世界議員 雖然已經退休 但持續服務民眾 更把重任交棒給市議員林佩祥 希望能夠延續他的服務精神 過去我都是在幫給別人 今天很榮幸的能夠坐在這邊 讓人家來表揚我 真的感到榮幸 但是我也感謝我的家人來參與 但是我也感謝林佩祥 服務團隊的同仁 都來參與這個 這個歡度一個快樂的日子 我們是基層選出來的 我們是一般人選出來的 那隨時都要把這份工時的工作做好 隨時都要有服務的精神 然後這是個七天二十小時的工作 除了表揚八位模範父親 市長謝國良親自表揚各區 好人好事代表 除了預祝全天下父親 父親節快樂之外 也肯定獲獎者樂善好施 安定社會的精神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畫面上是基隆市長謝國良主持開球儀式 祝福這個信義有愛 三對三籃球賽與親子投籃賽順利舉行 場上的焦點就是台灣重量級的籃球明星林智傑 另外還有基隆出身的籃球名將李起義 直籃教練復名人林冠倫 周俊雄等人 紛紛來為這個信義有愛三對三籃球親子賽來加油打氣 呼籲大家養成運動的好習慣 而直籃明星教練跟在地校長陳建文與里長王伯麗組成的表演賽 讓現場加油聲不斷掌聲歡聲雷動 非常感謝我們市長的大力支持 還有要感謝我們基隆市婦女會 還有里長聯誼會 還有小米菇 小米菇參訪 還有我們深美國小 那最感謝的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的負名人 我們的這個前台皮的總教練 我們謝謝您 還有我們周俊雄 好是的 我們宜蘭復興國中 也是我們這個紅國的教練 還有李起義 我們義龍的教練 好帥齁 還有我們林志傑 忍不住要尖叫聲化聲小迷妹齁 我們林志傑 也是我們現在我們富邦的一個最棒MVP 帶領富邦三冠王 謝謝 還有我們林冠倫 還有他就是我們新竹工程師教練 哇這五個真的是非常開心 能夠來到我們基隆 來到我們深美國小 為我們大家來加油 其實有很多像放棄的階段 然後都是富老師就是一路把我就是帶著 然後給我很多一些很正面的 呃觀點跟思想吧 在籃球路上就是隨時遇到什麼困難 就回想以前的初衷 然後保持熱愛 然後對籃球的渴望 然後就是很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訓練 然後知道自己缺失什麼 或者是說跟別人多去學啦 然後看人家的好 然後去學習人家的好 然後把自己人家的好 然後把吸收為自己 然後去磨練自己 然後提升自己 我們何淑萍何議員 跟我們的這幾位議員 都為了這一場球賽 費心費力 我們是不是掌聲給他們一個鼓勵好不好 真的很想把信義區域 把深奧坑透過籃球弄得更健康 那國良呢 其實長期以來也很重視室內風雨的空間 未來我們也會努力 打造更多這一類的環境 讓我們的學生們 可以在全天後都能夠打球 然後能夠有一些健康的活動 最後祝大會圓滿順利成功 也謝謝我們各位國手跟教練 今天能夠造訪跟回來基隆 非常感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 主辦這項活動的市議員何淑萍 也跟信義區區長吳小慧一起下場 進行表演賽 呼籲大家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也增進親子之間的情誼 記者黃日生陳淑萍 基隆報導 這場一起跳一起唱的活動 由基隆市稅務局 結合悠有家族舉辦 透過生動活潑的方式 來推廣雲端發票 深受大小朋友喜歡 宣導活動相當成功 市長謝國良也親自來到現場 與所有的親子同樂 一起拍大合照 你們喜歡泡泡母湖嗎 喜歡 那你們喜歡柳蒂哥哥嗎 喜歡 所以今天小孩爸爸辦了一個這樣的活動 跟大家一起來開心 跟大家一起同樂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所有的好朋友 都來基隆跟我們一起快快樂樂的過個週末 我們以後繼續辦這樣的活動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今天的活動是有邀請到 東升悠有台的大哥哥大姐姐 那還有泵泵湖的大玩偶 讓大家合照 那來的小朋友都非常高興 可以領蠟筆塗鴉 那還有神秘小禮物 小朋友都很開心 就是節能減碳 結合雲端發票 就是財政部的統一發票 雲端發票的宣導 讓小朋友從小扎根 活動中悠有家族也穿插 有獎珍達送小禮物與小朋友互動 透過輕鬆活潑的方式進行租稅宣導 讓參加的民眾印象深刻 也讓每位親子朋友們 一起共度了歡樂時光 記者 黃日生陳淑萍 基隆報導 基隆市議會總共31席市議員 各黨派市議員經過8個多月來的 入黨和退黨分分合合以及風波 民進黨維持原有的12席議員 國民黨同樣也維持在12席議員 而跨黨派政團聯盟 延續上一屆市議會再次成立 由七位五黨籍以及親民黨籍議員 共同組成 仍然由五黨籍市議員 張耿輝擔任召集人 張耿輝強調 聯盟在監督市政上沒有所謂的底線 採取議題合作可以跟其他政黨結盟 也成為在基隆市議會可以左右藍綠的關鍵力量 政黨跨黨派最主要是沒有支持某個黨的傾向 那最重要的就是以監督市政為主 認為對的我們就是堅持到底 那更沒有說踩到底 或其在黨派的話他們可能說會怕踩到底線 然後該講的也不敢講 不該講的也不敢講 所以說就是容易受到限制 那我們跨黨派政黨聯盟沒有這個限制 那最主要還是以民為依規 只要為民為地方的建設 我們沒有踩到底線的限制 所以說我們日後除了當然 嚴加的監督市政之外 然後在議題上我們也可以結盟 重點是這些 目前跨黨派政團聯盟有五黨籍市議員 張耿輝 張方麗 林敏勳 陳冠宇 陳明健 以及親民黨籍的副議長楊秀鈺 和剛從國民黨退黨的市議員呂美琳加入 召集人張耿輝表示 有張方麗和呂美琳兩位資深市議員的加入 都將讓跨黨派政團聯盟在問政和監督上 更有力量更周全 黨派政團聯盟有七位議員成員 我希望在這個會期的話 針對我們地方上的 還是各區的一些建設問題 我們希望能夠發揮自己的監督的立場 兩位的資深的議員加入我們的跨黨派聯盟 我相信依他們的問政經驗監督的經驗 應該對我們跨黨派的整個運作的話 會更加的周詳 基隆市議會方面指出 目前市議會總共有三十一席市議員 必須要有五分之一的議員人數 也就是七席市議員 才能組成跨黨派政團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二姓高中 四名學生發揮創意 以鬥趣的畫風 將三成未符合上市標準的醜蔬果 重塑六款形象 我們幫這六款蔬果營造新的面貌 有臃腫的番茄 或者是長得很像雙胞胎的草莓 設計延伸的加工產品包裝 近日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獎 餐廳的食物是直接採取的 因為他們不適合公眾的表現 在年初的時候已經得過 愛福的學生設計獎了 他們就是非常的認真 我們再去把我們的專題製作 在最後的五月到六月的期間 我們密集的去將作品再度優化 然後重新的增加更專業的美感 然後很榮幸的在德國紅點呢 就是拿到了這個紅點獎 學生更發揮創意 利用植物的易栽重新 設計了兩款可種植的商品 有獨立的種植組 另外還有跟茶飲組合的包裝設計組 我們還有額外推出盆栽組 就是當我們這個盆栽拿出來之後 我們還有附這個使用說明書 把使用說明書打開之後 就可以發現說我要怎麼種植 我要什麼時候澆水 我要隔幾天要加一次施肥 二興廣社科這次由陳良慧老師 指導的四位學生的作品 很榮幸能夠拿到德國紅點獎 也入圍了德國的IF 這是我們學生的作品第一次雙料獲獎 那麼二興高中長年來 我們鼓勵培養學生的國際移動力 希望尤其是基隆孩子的設計力 創造力能夠讓外界能夠看到 也能夠鼓勵基隆的學子以後 能夠在地就近的入學來培養 這是我們長年來一直努力的目標 這次的作品也入圍了2023IF學生設計獎 得到國際雙重認證的肯定 可說是相當不容易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離基隆嶼最近的地方在哪呢 答案是和平島 戰勝雷達戰感受山海魅力 也感受廢棄雷達戰的新生命力 真的是進到難怪以前 那個日本人會說 和平島是大基隆嶼 基隆嶼是小基隆嶼 在堅持生物多樣性理念的業者經營下 賦予雷達戰多元功能 可以是休憩的午茶店 也可以是團體開會研討的據點 樓上的景觀平台也能辦理聚會 最酷的是善用外來生物種 創作美食藝術 大花咸蜂草 它過去是因為它一年四季都會開花 所以它被引進來台灣養蜂 後來它才是太強勁了 所以後來台灣到處都有 我們就把它加到甜點裡面 然後讓大家就可以透過吃這件事情 來減少外來入侵種的植物 這個水果茶味道 覺得是我喜歡的有點酸 但是不會太酸 雷達戰在歷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 廚藝後以新面貌出現 讓曾經在這裡服務過的民眾 不遠千里尋來 以前待過的東部的所有的雷達戰 能保存下來 甚至能做成文創的只有這裡了 現在這個地方 這是以前我們的作業室 今天從一人騎摩托車來 坐在戶外的雅座空間 可聆聽蟲鳴鳥叫 還可以拍下無敵海景 或許還有機會跟松鼠合照呢 我們發現這邊有一種 台灣特有種鳥類 叫台灣竹鸡 它就住在這邊一家人 所以我們也覺得這個地方 該要被保育下來 所以我們有時候傍晚的時候 還會聽到他們在 嘎嘎嘎嘎嘎嘎嘎的叫 這家店都是用環境永續的 很贊同 以環境永續為主軸 要將最好的生態與美景 展現給登梯而來的民眾 重飲時 旅遊環境減碳 朝永續發展的目標邁進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昨天的老女 先前期 roman 進去 旁邊 在中家裡 滋ivamente 以北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够讲提醒您 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价罚很大 一、提高酒价违规罚还,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酒价聚警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再犯、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公人,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 请不吝点赞订阅